大家好 最近有朋友提到 法國的潛艇 澳大利亞人不買了 但是聽說性能不錯 排水量4500噸 既能發射魚雷 還能攜帶各種巡航導彈 反艦導彈 如果建成簡直是最強的常規動力潛艇 現在澳大利亞不要了 台灣是不是考慮買過來呢 要叫我回答 兩個字 不買 四個字 堅決不買 澳大利亞人不買是有原因的 再說了 台灣在法國吃的虧 還不夠多嗎 第一個原因 法國和澳大利亞的潛艇目前還在圖紙上 2016年中標以後 法國人預計要花4年的時間 才能完成全部設計工作 最早是說估計2020年開始建造 現在這個時間已經拖到了2024年開工 拖時間就算了 這錢還沒少花 最早的時候 說是350億美元12艘潛艇 現在這個價格已經漲到600多億美元 幾乎翻了一倍 你說澳大利亞人能開心嗎 法國人提供的潛艇又叫短期縮魚 它是根據法國自己的核潛艇縮魚級來改進的 這款潛艇的紙面性能非常出色 首先是有AIP崛氣系統 長度高達97米 水下排水量竟然達到4500噸 同時 短期縮魚的航程和自持能力也非常出色 能以10節的通氣管航行狀態 航程超過1萬海力 最大自持力達到80天 短期縮魚如果建成 可以說是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常規動力潛艇 推進系統也非常先進 使用目前最先進的蹦推 靜音性能竟然不亞於核潛艇 而且武器裝備方面 簡直就是核潛艇的配置 不僅有4枚餘力管 而且將配置導彈垂直發射系統 可以發射遠程的對地攻擊巡航導彈 短期縮魚如果建成 將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常規動力潛艇 光看這個紙面實力 我要是澳大利亞人 我也要買法國人的潛艇 但是我們知道 找朋友也好 找合作夥伴也好 你不能光看對方說的好不好 還要看對方能不能做到 有沒有這個執行力 中標以後 法國人給澳大利亞的承諾就開始出問題了 不僅成本暴漲 而且之前法國承諾會給澳大利亞企業工作 也有可能實現不了 當然了 法國人不是第一次這麼幹了 我們知道當年買拉法葉級的時候 承諾軍艦會在台灣組裝 但是最後不僅全部改到法國建造 而且還漲了價格 所以這次澳大利亞人一看 這也太不靠譜了吧 本來我買新潛艇 是為了替換我的老潛艇 柯林斯基 結果新潛艇等不來 我還要再花150億美元 給我的老潛艇升級 與其這樣 我不如找一個靠譜的朋友吧 於是澳大利亞人就核潛艇一事 先找上了英國 說你能不能幫我造潛艇啊 畢竟我們都屬於女王殿下嘛 澳大利亞的海軍還叫皇家海軍呢 咱們是穿一條褲子的 英國人研究了一下發現 可以但是覺得自己實力還是弱了一些 咱們乾脆這樣吧 一起拉上美國人 於是英國人做主拉上美國人 這就是我們後來看到的 所謂的奧庫斯聯盟 在印度太平洋形成同盟 同時幫助澳大利亞獲得最新的核潛艇 所以我們看澳大利亞獲得核潛艇 並不是說美國英國提供給它更好的核潛艇 然後澳大利亞拋棄了法國 而是法國一開始提供的潛艇實在是太靠不住了 澳大利亞人不想要了 主動找到英國和美國 要求他們來幫助自己 由此也可以看出來 法國的這款潛艇雖然紙面上實力不俗 但是澳大利亞已經忍無可忍了 您要是不信 您就再看看法國人自己建造的 蘇瑜級核潛艇 蘇瑜級核潛艇第一艘2007年動工 到2019年下水 2020年才正式服役 光建造它就花費了12年時間 作為對比 我們看一下美國人建造弗吉尼亞級核潛艇 第一艘1998年動工 2003年就下水了 5年時間 我們再來看一下日本人 日本人最先建的大晶級潛艇 2018年動工 2020年就下水 兩年時間就完成了 你看法國人花12年時間建造一艘核潛艇 這樣的工程進度就說明 法國蘇瑜級潛艇的設計和製造過程中存在一定的問題 當年在澳大利亞的潛艇競標案中 其實是日本的蒼蠅級和法國的短期蘇瑜競爭 當然日本輸了 其實我覺得 要是澳大利亞當時就選擇了日本的潛艇方案 現在可能早就用上新潛艇了 這就是不買法國潛艇的第一個原因 空中樓閣 不僅價格高昂 而且質量沒有保障 第二個原因 中華民國在法國人這兒吃的虧 還少嗎 我們不得不談一段辛酸的歷史 拉法葉艦 拉法葉艦是由法國開發的世界上第一款隱身戰艦 滿載排熱量3600多噸 有不錯的反潛 反艦和防空能力 遠銷沙特 阿拉伯 新加坡 中華民國等國家 拉法葉 船是好船 但這個軍售案是史上最差軍售案 有多人牽連受死 至今仍然是個懸案 簡單來說 當時中華民國通過中間人向法國買船 不僅要拿出一部分錢給法國人 甚至還要拿出一部分錢賄賂給中共 要中共允許才可以 當然 其中也有一部分錢流回了台灣 至於最後到了誰的手裡 現在誰也不知道了 已經是個懸案 還有一部分大頭到了法國 負責調查弊案是當時中華民國海軍上校 尹清豐的侄子在加拿大被人滅口 涉案還有好幾個人也被人殺死 此案最後是不了了之 根據法文維基百科的介紹 當時為了疏通北京和台北的高層拉法葉艦的合同 私下佣金是5億2000萬美元 其中的2億美元用於疏通中共高層 當時的中國總理是李鵬 而賄賂台灣軍方的數目大概是2000萬美元 還有一部分佣金也回到了法國 這也是多年來法國輿論最想揭開的秘密之一 到現在依然是不了了之 這個事情你仔細想想太有意思了 台灣中華民國花了30億美元 買了6艘不帶任何武器裝備的拉法葉軍艦回來 受益人竟然不是中華民國海軍 現在中華民國海軍還在為拉法葉的裝備整合 做不斷的努力 法國人獲得了巨額的賄賂 後來一部分人被追回 也因為這部分欠款如何歸還 中華民國和法國關係還搞得很僵 雙方是訴諸國際法庭 最後雖然台灣贏了 但是後來的幻象2000戰機 法國人就不給升級了 那麼最大的贏家是誰呢 您可能想不到 竟然是中共 中共不僅拿到了台灣數億美金的佣金 甚至還拿到了法國人的技術 當時遊說中共同意 法國向台灣出售軍艦的條件就是 中華民國買的是拉法葉的空船 船上的技術和武器裝備送給了中共 像後來中共的哈爾濱號驅逐艦 還有後續的青島號等等 他們都使用了法國人的技術裝備 相當於台灣買了6艘空殼戰艦 給中共是又送錢又送技術 拉法葉艦雖然已經是過去了 但我覺得你吃虧 吃一次就足夠了 再說 台灣現在已經開始建造新的潛艇了 台灣不買法國潛艇的第四點原因就是 台灣現在已經獲得了美國和日本的技術援助 在建造自己的新潛艇 實在是沒有必要再去買 還在圖紙上的法國潛艇 中華民國自己的潛艦國造計劃 在2020年就已經啟動了 現在已經在建造中 價格大概是140億美元8艘 可是你看看法國賣給澳大利亞 是600多億美元12艘 這是在搶錢吧 雖然法國出售給澳大利亞的潛艇 號稱史上最強常規動力潛艇 但其實一點也不適合台灣 台灣如果真的向國外求購或者租借潛艇 最好的賣家就是日本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首先 日本和台灣關係一直是比較好 第二 日本的潛艇技術比較先進 特別是靜音能力特別好 適合前海作戰 非常適合台灣海軍的需求 而我們看法國向澳大利亞賣的這款短期縮魚 其實是為了遠洋作戰設計的 並不適合台灣 第三 日本本身的潛艇產業非常成熟 每年都下水一艘潛艇 從來不間斷的 最重要的是 日本有很多潛艇 服役十幾年 二十幾年 狀況非常好 他們就退役了 這些潛艇台灣可以考慮租借來 比如說日本清朝級的第一艘 1998年服役 2015年就退役了 轉為訓練艦 總共才服役了17年 台灣如果覺得自己的潛艇等的時間比較長 不妨可以考慮從日本購買或者租借二手潛艇 既便宜又實惠 千萬不要想不開 跑到法國再去買潛艇了 我們今天說了日本潛艇 日本潛艇就是為了在西太平洋地區設計的 這次台灣製造的潛艇 日本還提供了技術幫助 台灣的潛艇就是以日本蒼龍級為藍本設計製造的 那麼日本潛艇部隊的實力到底如何 蒼龍級又有著怎麼樣的性能呢 請看下集 蒼龍出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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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